哈喽,大家好,今天呢在朋友家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然后这期视频呢没有太多营养 但是呢是我这一两天在外面五一小长假过节的一个阶段性的小心得吧 就记录一下 对就是给这个经常看我视频的亲朋好友们报频 然后这两天过得还挺开心的 在朋友家里面吃吃喝喝聊聊天 然后认识了新朋友挺有意思 然后还去了去露营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个小感想一个小心得吧 就是京郊其实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的 就是按纯市场逻辑来看的话 需求是大大的有 但是这个服务呢 就是餐饮啊休闲啊旅游啊 这个露营啊文化啊 就是怎么说呢 一句话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带着钱都没地花 什么一个情况 然后导致就是吃东西呢什么的就发现买什么都不太方便嘛 其实这个季节最好的就是去什么命运滑入吃鱼 吃个农家菜吃个啥的 因为其实这个北京的北边发展的要比南边更好嘛 已经非常成熟了 现在搞的这些餐馆餐饮旅游都不开业 软的那些人干瞪着眼睛 看着这些宾客迎门啊 就是不准堂食啊 对吧 要外带的话得等一个钟头 那饭他能做出来 着急呀那算了吧 就还是吃点小零食 洗地而坐 什么像阿蒙就随身带着罐瓢盆的气炉的人 就随便煮个泡面就给自己就喂饱了 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反正就是你能看到还是有很多人 放风筝的呀 玩水的呀 带着孩子带着狗的 在这里旅游旅行什么 但是就弄得很严 我们去十三陵水库 边上那个全都给他围起来了 全都封闭起来了 就是不让停留 不让停留 就大喇叭喊着说 路过的车赶快开走 哎呀 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就觉得 我觉得好多参与旅游 今年可能真的就 真的要不行 就真的要不行 真是传完 过完那个冬天 过完今年这个冬天 觉得好不容易开春了 到夏天了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其实 北边的好多就做半年生意嘛 该差不多了吧 哇这五一小长假 够喝一壶 我真的够黑 然后马上这个 一开学 不是一开学 一上班什么的 人就非常非常稀少了 这个是一个感触 就是去外面短途的 京郊的这些旅游旅行什么的 当然还是有很多拿着帐篷 拿着户外野营的一些东西 自己自足 有这样的大多数人 但是其实更多的 还有很多自驾的 去那边就想吃个饭呀 玩个什么的 就是这种消费 应该今年 这个是一个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做核酸这个事情 我就会发现说 因为北京这两天不是经常五天三桶 然后又加外卖全家桶 又延长桶 就是本来是五一之前捅了桶 五一之后又开始接连桶 然后三号之后就是常态桶 就是捅来捅去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真的发现我身边居然有的人一次都没捅过 哇真的他们他们真的就是hold住就憋着 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捅呢 就是妈憋了一口气 我就不捅 我就不捅 看看你能把我怎么递 试试看 结果就接连就弹窗了嘛 对就弹窗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一个warning 你一弹窗呢 你就不能去参加社区里头的这种 就是就是平时的日常桶就不能参加了 你得去指定医院里面去削弹窗桶 嗯对就是也是个麻烦事 然后特别是三四号之后 很多要上班在一些大楼什么 都得48小时核酸检测嘛 就弄的人你知道就是紧张兮兮的嘛 紧张兮兮的嗯就是没办法 就是不捅也得捅捅了还得捅 就是无穷无尽的捅下去 就是这样 然后拍了一段我们这个朋友小区的这个核酸的这个队啊 就是台长队 那个队吧 看那规模是挺夸张的 但是往前行进这速度还算快 你看看坐核酸的队啊 就是已经快排到了 看见蓝房子就有希望啊 前面有很多孩子还有老人 狗子快热死了 这两天高温 你待着等等啊热玩 快到了 因为现在属于都是什么十混一五混一什么的 就十个人一次混减 嗯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阿蒙大概因为今天三号了嘛 那然后就本来是要在家里面那个社区捅嘛 啊后来一想算了算了也赶不过去了 那就在学校在朋友的社区捅吧 我就捅了一下 捅完了之后呢就是噩耗传来吧 就噩耗传来就是家里面的小区 边上的小区发现了阳性 疯了 疯了哎呀 所以我在想说要不然我就不回去了 反正出都出来了 对吧 回去也是个止禁不出 对吧 然后会不会有新一波的这个扩散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属于什么 就是刀尖舔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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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状态 像像是一只滑溜的蛙牛 在一个锋利的刀片上往前蠕动 就是你待着也是个死 往前蠕动死的更快 大概是不奇怪 还说什么 哦好吧 然后对 今天三号了 我们等会还要 还要再等两个朋友一起出门去 密运 去密运 今天继续录影 录完了就回家 嗯乖乖的 好呗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 今天也不加啥字幕了 也不什么了 就这么地吧